希望说借由这个计划 让他们起床第一件事是说 我去社区走走 而不是到医院去挂号 我想这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会更有实质的帮忙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学徒保持署 台东分署 在台东推动绿色照顾 已经迈入第三年 除了鼓励青壮年协助执行计划 并跨领域 与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东分署 林业试验所 泰玛里研究中心 台东县卫生局 国立台东专科学校 慢食店家 在地青农等友好伙伴 共同推动持续发展与强化 台东高龄照顾服务网络 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之前在西部的其他的县市 或是其他的单位服务的时候 也有绿色照顾的计划 一样的计划 只在不同的区域 那无非是让希望能够说 让在地的长者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在那边都一样 希望活得健康 活得在地 那也融入我们农村的生活 台东的长者或是绿色照顾这个部分 其实它有它非常独特的特色 跟这个当地的一些人文传统 还有一些自然环境 还有当然跟我们的农村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 会创造出属于在地的一个绿色照顾的一个特色 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们计划能够营造不同的社区 不同绿色照顾的一些特色 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点半社区 能够作为大家后续执行的一个参考或是推广 那这个绿色照顾计划最主要有四大核心 就是绿场域饮食疗愈跟陪伴 那我们也很荣幸说 能针对绿场域这部分来提供说 一些国产材的方面 给这个绿场域来做一个应用 那前面就一批我们提供了一个台湾山苏华木 就是我们在推动国产材方面 一个运用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范例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计划 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 这对高龄者来说 他们可能不再只是泡茶聊天 甚至他们可以就是说 把生活除了待在家里以外 其他重心可能就会在社区会更多 10月23号上午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台东分署在台东门树馆 举办绿活台东照耀幸福台东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计划成果交流活动 展示绿色照顾社区及跨领域合作的成果 农村学保主在农村再生的推动工作其实已经十几年 未来还是希望各位伙伴一起携手并进 创造一个台东一个创新 一个活力的一个预设造型环境 水保持署愿以贡献我们的力量 为我们台东线来合作 我相信越来越多人跟坤署长一样会搬来台东住 立伙台东 真的为台东市还有台东线照顾不少的长辈 我们的长者 观山有四个通过农村再生的全部都有申请 这个绿色照顾 每一个长者每天很开心 今天种的地瓜好了 今天种的南瓜好了 他就拿到绿色照顾站 随时随地都拿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温度的展现 也是一个力量的延伸 那当然地方的乡镇施工所在推动 我想这都对于地方的这个 能不能够继续维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希望是未来的进行试试说 这些绿造站可以就是共融的 不只有照顾老人 只要是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照顾 现场邀请在绿疗育课程中 带领长者认识咖啡生产历程的 观山电光部落返乡青年黄汉 现场指导如何充煮一杯好喝的咖啡 除此之外还安排带动跳绿照站里 最受欢迎的活力操 能够活络筋骨保持活力 好处多多哦 李正军分署长希望持续生根绿色照顾 营造农村社区 长者健康在地老化的优质环境 并吸引更多的青年回乡 共逐农村幸福生活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irolog丝 证明